你们真的认为一辆二手的大事故车或者调表车离你们很远吗 嘿好嘛 柳之胡扯系列啊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二手车 因为今天这个行情导致啊 所以这个全国的这个二手市场啊都变得特别的低 二手车呢确实相对一手车来说它比较直一些 对吧 毕竟你是有一拨人把你先亏损了一部分 但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挑好这辆车 因为现在的这些车商们啊 他们对这个车的整备石头啊特别的精致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之前发生过什么啊 像我前几天我这个摩友群里啊就这么个事 他买到了一个J600啊一个二手车 但是这款车呢他们当时怀疑是调表车 但最后一检查吧还发现它是一个事故车 但当时在买的时候人家并没有告知这件事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合同上也并没有写明很多东西 所以就造成了现在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我建议啊就是第一呢 就是你如果去线下看车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会懂会看的人 如果你实在身边没有这样的摩友啊 有一些很多的这种检测点啊 包括4S店啊 他们是能给到你做这个检测的啊 就无非就是花点钱呗 但是这样你能图个安心嘛 对吧 另外一点呢 就大家不要在网上来咨询什么车 大概什么情况 我大概能多少钱收 因为你对于网络上不光是别人啊 包括我也是啊 你突然间给我打出一堆文字来 我并不知道这辆车的具体车况是如何 你并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判断这款车 现在的状态 包括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 如果在网上你这么去咨询的话 说直接一点啊 那肯定是因为你不懂嘛 所以你才在网上咨询 你把人家告诉你的 你就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 万一人家说的有隐瞒呢 对不对 万一表述的有问题呢 所以这个 我建议大家不要在网上来问了 那对于二手车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啊 我只能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自己之前的经验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啊 外观这个东西啊 大致的看一看就行啊 包括平衡端子啊 你的车壳子啊 明显的是这种损伤 明显倒过车的痕迹啊 如果这些都没有 也不要先安心啊 因为有可能人家都换过 这玩意是很容易换的 其次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细节 对吧 我们先看这个车的仪表处 仪表下方呢 这个三星位置也好 包括限微器也好 都要检查一下 你先确定一下 这个限微器有没有断 因为一般原地 倒过车限微器都是很容易折的 如果限微器倒过 他告诉你 我绝对没摔过车 这个就需要考量一下了 然后呢 就我们打开这个仪表 看一看它现在大概的公里数 对吧 我们能够参考一下 它这个车把处的按键啊 磨损的成况 包括它这个胎的使用情况 刹车盘的使用情况 只能说尽可能的去判断一下 跟这个公里数是不是匹配 当然这个不同的人 那不同的驾驶习惯 对于这个损耗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太夸张的话 明显就可能有动过这个表 但这个也说实在的 挑标挺难看出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发动机周边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核心件嘛 大家考虑什么叫大事故车 无非就是有没有动过发动机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螺丝看 因为一般的这个原厂出厂的螺丝上面 它都是会有这个痕迹的 这个痕迹有没有被拧动过呀 包括它这个发动机壳子之间的 这个胶有没有溢出啊 一看就特榔头的那种啊 肯定是有拆过的 拆卸过的 包括像我们前面的这些大线 大线的这个包裹啊 它是不是明显颜色是有色差的 是不是动过这些线 这都是可以看一看的 然后呢我们就是去试驾 对吧 我们试驾的前提是什么 先试一试这辆车的状态 包括你每一个档位是否清晰啊 离合的感觉啊 刹车是不是好使啊 前刹后刹 捏一捏看看刹车灯亮不亮 可能小细节的地方看一下 包括它的链条送紧度啊 这些其实就是考量一下 这辆车的一个 大概前一个车主的 骑行的一个风格 你要测试完了这些都没问题 包括一些动平衡对吧 我们可能只能简单测一下 比如在人家的小区里 试车的时候 我们大概提起一个速度来 手稍微抬一抬松一松把 看车把会不会有晃动 死亡摇摆啊 或者偏移啊 等我们出段的来判断一下 这辆车现在的一个状态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 我们下来车之后啊 摸一摸避震 看一看 会不会有漏油渗油的这种情况 我们简单的判断完了之后呢 这些从骑行状态上呀 包括我们静态来看呀 都没有太大问题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它的信息 如果你是工户的话 一定要把伪章给看了啊 如果是私户的话 我们来对应一下 它的蓝本绿本上面的内容 和信息是否一致 对吧 这些都没问题了 伪章也没有的话 自己买车收车的话 有这么一个小经验嘛 因为我并不是买卖车的啊 所以呢 我也不是太多这种收车经验 所以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二手车来说吧 它好是好在 它确实是能省很多的钱 对吧 由于摩托车呀 摩托车市场跟汽车还不一样 汽车是个刚需品 大家基本上开汽车 不能说全部吧 大部分人群 都是开到小十万公里在卖车 因为要淘汰了嘛 对吧 要换新车了嘛 但摩托车不一样 摩托车几百公里 几千公里的 一大把一大把的 为啥 因为大家把它当玩具 我骑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车不好骑 那我卖了换一辆嘛 对吧 所以这个车很多都是准新车 保证它没有车矿问题的情况下啊 所以从这个公里数上来看 摩托车收二手车还是可以的 再加上今年这个行情啊 但是你们要收之前啊 其实我觉得最稳妥的方法啊 就是一个特别懂的人 帮你来看一下这辆车的情况 如果实在没有 像我刚才说的啊 找4S店 4S店现在也不贵吧 块八百的你就检查一下 尤其像一些大帽车 你能连一下电脑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故障吧 或者之前的维修记录 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用保险 有没有出过险 对吧 这些你都可以考量一下 它是不是之前有出过事故 当然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啊 因为这些东西只能 尽可能的去减少 你对它的顾虑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的啊 就是摩托车 二楼车收车 只要不是太过分 太榔头的 可以收 尤其小车 你让它练手嘛 尤其像很多小车 撞车这种情况的啊 这车其实可以收 而且啊 如果你不想收个人车 要想找这种车商的们 最好 不是最好 一定要去找大车商 不要去找小的 没有保障 而且对于这个 合同上面的这个写定啊 保证你不能是大事故车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一定要有这个公章 因为你没有这些的话 以后真的遇到问题 咱们当时没看出来的话 你后期扯皮 那可就是 慢慢无期啊 真的等着吧 扯到最后你都扯不明白 最后呢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开开心心的 骑车安全前导家 收到一辆没有任何问题的车